欢迎来到我们的科学频道 在这里我们分享有关有趣科学概念的微学习视频 现代农业是指利用先进的技术和工艺生产供人类消费的农作物和牲畜 它涉及广泛的实践 旨在提高农业经营的效率、生产力和可持续性 现代农业改变了我们种植和生产粮食的方式 使其更高效、更具成本效益且更具可持续性 现代农业的主要特征之一是使用先进的机械设备 农民现在使用拖拉机、收割机、灌溉系统和其他机械来执行过去手工完成的任务 这显着提高了农业经营的速度和效率 使农民能够以更少的劳动力生产更多的食物 现代农业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生物技术和基因工程的应用 这涉及操纵农作物和牲畜的基因组成以产生所需的特性 例如抗病虫害或增加产量 生物技术彻底改变了我们种植粮食的方式 使我们能够生产出更能抵抗环境压力 并且需要更少杀虫剂和化肥的作物 除了生物技术 现代农业还利用精准农业技术 这涉及使用数据和技术来提高农业经营的效率和可持续性 农民使用传感器 无人机和其他技术来收集有关土壤状况 作物生长和天气模式的数据 然后这些数据将用于就何时种植 浇水和收获作物以及使用多少化肥和杀虫剂做出明智的决定 可持续发展是现代农业的一个重点 农民现在正在使用更加环保的做法 例如保护性耕作、覆盖作物和作物轮作 以减少土壤侵蚀并改善土壤健康 这些做法有助于确保农田为子孙后代保持生产力 现代农业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使用替代耕作方法 例如水培和鱼菜共生 这些方法涉及在水而不是土壤中种植作物 使农民能够在传统耕作方法不可行的地区生产粮食 总之 现代农业彻底改变了我们种植和生产粮食的方式 通过使用先进技术和可持续实践 农民能够用更少的资源生产更多的食物 这有助于养活不断增长的全球人口 同时减少农业经营对环境的影响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 我们可以期待现代农业在未来几年变得更加高效 可持续和多产 感谢观看